大家好,我是dexpain的频道 今天想和大家看看如何在 spreadsheet 里面 找出一些没有前度资料的格子 例如在一大堆资料里面,究竟哪些格子是没有前度的呢? 你可能会说,我一眼看到哪个位置留了格子 就知道了,但是当你想把这个逻辑 结合其他的方法去使用的时候,今天的介绍就可以帮到你了 如果你是新朋友,欢迎你,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现在立刻开始 又是这个熟口熟面的学生分数的资料表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在下面in description 订阅今天的sample file explain是很简单的,即是等于explain 开括户,就是指定一个格子 现在这个格子,由于我有个数字叫80 它就会返回一个false给你 顾名思义explainfalse 我现在拉到那一格,你会看到这一格 我就没有前度资料表 所以就会出了一个true 我现在将这里全部完成下来 这条线,就会看到 所有有前度资料的格子 它都会返回一个false给你 如果没有前度资料的格子,即是吉的格子 它就会给你一个true 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特意学习explain的写法呢? 用等于0就可以了 例如e3这个格子是等于0 那我都会找到true和false 那为什么我还要用这个explain的方式呢? 因为有些情况下,我需要分辨究竟 现在你这个是没有进入资料 还是真的进入0 像这里,如果我们用等于0这个写法 这个格子它没有填的,它都叫true 但是这个0分呢,它也是叫true的 所以如果你是需要分辨0和gut explain的功能就会帮到你了 举个例子,Status的格子 我是想填现在这一班的同学 究竟是属于怎么样的状态 我假设50分或以上,那就为之合格 现在是50分以下,就为之不合格 但是我又想分辨究竟 本身是因为它很低分而不合格 还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考到 我们没有给到个分呢?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把它串练到if 例如我等于if is blank 如果这个格子分数 这一栏是is blank 我就叫它做not graded 然后我再串个if 如果这个分数是大个或等于50分 它就叫做pass 如果不是就是fail 多了这个explain 我就可以处理到这一类的问题 录下来,这个80分很明显 就是大个或等于50分 算是pass 这个流x 就是没有分数的,就为之not graded 这一位同学真的是0分 那便fail 这一位同学是40分 那便fail 在这个例子里面,就可以分辨到 究竟它真的是0分 还是纯粹那份卷没有考到 explain的作用就是 看看指定的格子 是不是有数据在里面 如果没有数据在里面 它就会翻个true 如果是有数据在里面 就会翻个false 这个就会很帮助你 把它拼齐在其他的功能一起去使用 就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一些分析了 今天关于explain 就介绍到这里了 不知道你觉得帮不帮到你呢?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介绍 记得like、subscribe 和订阅给你的朋友 数据分析和Excel系列 将会六重有例 我们很快就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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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